南韓媒體韓聯社報導指出 中國大陸境內反韓情緒似乎正在升高 被視為中國媒體戰狼的代表人物 《環球時報》前總編輯胡錫進 在社區媒體上絲毫不隱藏自己的情緒 他支持《環球時報》 批評南韓總統影席月及其政府的外交政策 認為中國沒有必要做無條件讓步 中國希望與所有國家保持聯好關係 但是絕不意味著我們應當在輿論上 對外不斷作出忍讓 韓聯社指出 胡錫進在社交媒體上擁有超過2400萬粉絲 他的看法對中國輿論可能會有不小影響 此外 大陸演員劉亦菲 十多年前一段有關在美留學期間 受到韓國女生75的訪問 最近也被人翻出在社群媒體流傳 韓聯社在報導中指出 從影席月訪媒以來 中共黨媒多次以報導形式批評南韓的外交政策 中國官方也認為這些負面輿論的根源在南韓 外界分析這是中國政府企圖利用反韓情緒 來促成民族團結 莊社綜合報導 韓聯社指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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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韓聯社指出